我们关注社区消息方面 第一届国际高中医学奥林匹克竞赛 于日前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 本次比赛由五个国家组成26个队伍 经过五轮比赛最后决出胜负 奥林匹克竞赛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竞赛 这次在圣地亚哥举办的国际高中医学奥林匹克竞赛 是全美首次关于医学和生物领域的高中奥林匹克竞赛 主办单位剑桥学院创始人 资深生物学教授James Lim表示 希望以此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将来投入医学生物领域的研究 我们的计划是之后我们每年都会在举办 这个全世界的奥林匹亚 医学奥林匹亚竞赛 那我们会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国家参加 每一年都会有更多国家参加 所以我们可以可以被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人 让他们能进入好的好的大学 然后他们当医生以后 他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更多人需要帮助的人 本次竞赛的内容包括细胞生物学 人体生理学及人类疾病学等 分别决出个人竞赛前三名及团体竞赛前三名 获得国际高中医学奥林匹克的金牌 银牌及铜牌 个人奖获得者 有一名是来自深圳大学国际部的学生 而来自南加州的核桃市高中 则获得团体竞赛第一名 凤红卫视雷飞路上级报道 凤红卫视雷飞路上级报道